那我会觉得这绝对不是民主政治应该走的道路 那我觉得这对徐晓信来讲 他为了天花板已经看得很清楚 就是只能够选他现在这个选区的这个立委而已 他如果想更上一步 想选台北市长的话就很困难 为什么任何的要选这种单一选区制 就是一个选区只能够产生一个人的这个选举 例如说我们的县市首长 你一定要走的是中岛 你不能走极端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你看最近连这个江启臣 他都开始对于傅昆琪的这个相关的提案 他开始保持距离 他还跑去欧洲去支持我们台湾加入这个WHA 为什么 因为他想起来台中市长 他知道我一定要走中道 我不能 所以我觉得徐晓信这样走 只是自断他未来的从政之路而已 除了民众党在民调大跌之外 其实国民党好像也好不到哪里去 因为国民党自己都为了去嘲讽绿营 说绿营有所谓的新三宝 但其实轻鸟行动就公布了恶人排行访 来名誉 这个点名了哪些呢 牛许廷杨琼英 他们提了什么 16个民主倒退的法案 我先讲为什么会有这个恶人排行访 那这个人家要举例 这个也是要有这个 大家觉得可受公平要有依据 他认为说就是说这些立委上任以来 他提了这些法案都是让台湾民主倒退的法案 那譬如说他讲什么 包括这个国会扩权 国会要设特征组 花冬三法 这个2.5兆的这个花冬三法条例 另外还有这个救国团 救国团又要把这个党产 这个偷偷的把它拿回来 那再来中天重新上架 还有这个新闻台 如果你取得执照的话 可以万年的 万年执政都不用再换照了 还有中天还可以复辟这样 那另外呢 还有这个要修反渗透法 那这个还要再把它这个 再修放宽 就是诸如此类的法案 那我们来看看 到底是哪些立委 这个来修 这样子让台湾民主倒退 对那其中呢 他们就列出来了 结果竟然是新科的立委 牛许廷跟老将杨琼英 分别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法案 各有16个 16个的提案 对所以他们是排行 第一名跟第二名 那第三名的是林思敏 林思敏也有参与15个提案 那这个林佩祥是14个 那其中其他呢 包括什么王宏威 罗志强 郑政前秋 郑君 廖伟祥 罗廷伟 陈雪森这些人 就各提的都都有13个提案 好那我 里面新科立委不少 对 而且又是年轻的 反而是提这种 这么倒退的法案 对那坦白讲啦 就是说人家来 这个有些新科立委 是人家来提 叫你提 那譬如说像傅昆奇 花冬三法 那可能在叫你提 那你想说总招来 你拍谁 可是我还是觉得说 你就算是 这个你还是要有一些认知嘛 你看你现在为了 这个花冬这个三法 结果搞到自己要被罢免 你觉得要是 我今天是叶元智 大家都喜欢讲叶元智 或者我是图宣基 我会觉得说 今天我是板桥立委 我是这个桃园立委 我干嘛要为了你的 这个花冬三法背书 然后搞到我自己被罢免 所以这个 这个很奇怪 你看就像跟最近 最近的这个排出来 这个不适任要罢免的这些 其实像你看 我们刚刚讲叶元智 这些赖的群组 这个全部都排出来 其实这个都有 异曲同工之妙 那因为时间关系 其实我讲几个 因为包括花冬三法 我们之前讲太多了 就知道说 这个会让台湾民主倒退 你说什么 要贯穿中央山脉 这个不是很夸张吗 那最近讲到那个救国团 其实我今天就问这个 我今天有访谈 那个国民党的这个议员 我就说你们现在救国团 那当然我知道 国民党的立委 或是国民党的这个代表 都会这样讲 他说救国团 这个拿回来 这个跟我们国民党也没关系啊 这个国民党就是提案 要把这个救国团的 这个土地啊 财产拿回来 这跟我们国民党没关系 好 就算国民党没关系 可是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这个土地 金山的土地 要还给救国团啊 救国团团当时这个土地 不是因为是党产吗 党产国民党党产 所以后来就变成赴水组织啊 所以这个后来就把它 划分成救国团 所以救国团才会有 16.3亿的财产 可是这个是完全不合理的啊 你做了什么 为什么这个 他凭什么拿那么多土地 对 你为什么这个土地 金山土地 然后万里的土地 这个什么 很多这个台湾的土地 嘉义什么这个土地 要还给你救国团 合理的是 这个土地反正是收归国有 那也许说 看在你这个救国团 你在那边经营很久了 我是不是可以用 一些合理的价格 或便宜的价格 我打折 这个租给你 还是继续让救国团的经营 是可以 如果觉得他经营绩效不错 也是老牌的 那我就让你 可是没有说你在那边 占地为王 以前是你国民党 附水组织 所以党产是你救国团的 我现在就说 这块土地是你的 只有这种事 所以我们才会讲 为什么连胜文他家会那么有钱 他家行政院长 然后什么就圈一圈 这块台湾T就是他的 不是啊 你每个人都这样搞 所以你会觉得说 为什么 就是说你去参与这个提案 大家会觉得冻不掉 这个满肚子火 就想把你罢免掉吗 所以就是说 就是说今天他把他 这些提案列回来 我认为金明 也真的不是乱讲的 也不是乱列的 中天重新降加 最后讲 你有一个电视台 当然啦 我是觉得说电视台 如果拿到执照 当然希望万年不要审核 是可以这样子的吗 当然就是你有审核 比如说你言论 比如说你的太夸张 那这个造谣啦 假讯息啦 所以他才会有 每四年要审查一次 让你这个新闻台取得执照 你可以万年 都不用换的 那以后这个言论 你如果说你这个 制造假讯息 会太夸张的话 完全无法讲过 那你完全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国民党 在提案的逻辑 要考虑一下 假讯这个黄国昌 如果真的 如民调显示 你们国部长 已经不可能跟他合嘛 可是他万一 如果转威胁呢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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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败事不足 败事有余呢 我觉得黄国昌也比较太担心了 我觉得相信他昨天不是故意 神移应该是到新北来补行程了 因为大家都说在新北没有看到他 所以他神移应该是到新北跑行程去了 但是大家想想看 黄国昌他可以学柯文怎么说 海水退去 谁没有穿裤子 到时候就知道了嘛 对 民众有在信别人做的民调吗 没有嘛 那时候 这一届总统大学前 民众党只相信自己做的民调 其他部分比较泛蓝 泛逆民调做他有在信吗 没有嘛所以才会呛读那句说海水退去后谁没有穿裤子就知道了嘛 所以黄国昌倒是可以学柯文哲 再把这句话拿出来再说一次 我相信这个民调当然很有参考价值 但是站在国民党的角度 大家不觉得这份民调 蓝绿白这个比例跟我们去年 总统大选一开始 那个数字还蛮接近的吗 所以既然现在我们国民党里失穿他这个优势 但是后续到底怎么走 这也是我们国民党去思考 如果再拖 然后又扯到蓝白盒 会不会又像这次总统大选一样 又被蓝白吃那么多豆腐去了 所以这就要去思考了点 对啊你们应该不会重蹈覆辙吧 又被像柯文哲和博昌那样绑架 而且你说其他像是刘荷兰啊 侯蒙凯他们的现在看起来民调比较低 我觉得也不用担心 因为确实李四川他在过去担任过新北市副市长 然后全国知名度也够 所以看起来民调高 但是我觉得如果党内初选之前 大家都还有互相拉扯竞争的机会 比如说你如何透过这段时间 有意的来让更多新北市民来认同你 我觉得都是有机会的 那重点是看起来 大家都说黄国昌为什么要不要蓝白盒 我就觉得为什么急我你要提蓝白盒 为什么不是跟说绿白盒 绿白盒难道不是一个选项吗 你也可以过去啊 你看现在民众党 不会啦 他就跟你们国民党那么好 黄昌山出来了 用一样的套数 唱双簧 侯公昌之前说话的目的是什么 让他出来说话 就是要来营造蓝白盒吗 那黄昌山这次出来说话 来骂国民党 那不是要去讨好民进党的这些所谓的他们的选票吗 所以我现在看起来民众党又一样的思维 一样的玩法 从去年总统到底玩到现在还玩不逆吗 大家还看不懂吗 黄国昌就是要来骗蓝白的票 黄昌山出来就是要骗绿白的票 所以我觉得 现在大家倒不是考虑说我们 我希望国民党真的可以去向民进党看起 他至少立场很清楚 我就是不要黄国昌 你就算国民党推个我也不要 那现在国民党立场是什么 你们现在国民党应该不要底气 一堆人想要把黄国昌推过来 我们还在犹豫布决 还是说我们在立法院当然可以合作 但是现在是到底 我们国民党党 位于2026 全台湾九回六的选举以及2028 如果真的 真的在2022有个县市 哪怕不管是新北还是新竹 等等其他县市 你有蓝白和的情况发生的时候 你怎么去跟其他的选民交代说 我2028 我可以确定 我不会再重蹈2020的复册 再被民众党持得补业 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点 我们现在民调做起来 虽然就有点太早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他有点在复制 去年总统大选一开始的民调 我们怎么去预防 我们曾经犯下的错误 这是我们可以去提前 对 当然一份民调 各自解读 只是说这份民调 对于黄国昌来讲 似乎杀伤力非常的强 来 郭东哥 怎么看这样的状况 现在包括连这个 比如说像柯文哲的前幕聊 吴静怡都说 你黄国昌就是可口的泡芙 无论馅料是绿蓝黄 但是选民无法全吃 逆又不健康 这份民调当然对黄国昌杀伤力很大 但是也证明黄国昌政治智慧很低 不够高 他到今天还不了解 国民党的宫廷内斗 宫廷文化 他还想去靠傅昆奇 能够来撮合蓝白河吗 赤几条有段 这个叫赤几条有段 傅昆奇自己在蓝英里面 能摆在什么地位都搞不清楚 你能依靠他吗 还亏你 黄国昌还当过时代力量的立法委员 在立法委员已经混过一个任期了 他难道看不出国民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我说 这个是用在黄国昌身上真的可以证明 你的吃相难看 你马上就能让看破手脚 所以你的民调高不起来 民众党成也黄国昌 败也黄国昌 很简单 剩下一年多 黄国昌任期两年至一到的话 他要下打的时候 你看看民众党会变成什么样子 那时候柯文哲你想要拉 把民众党再拉起来 很困难了 所以我说柯文哲 我讲难听一点 连跟韩国瑜吃饭 这个饭局你都不应该去参加 人家是 韩国瑜是立法院院长 请他们立法院政党的党团吃饭 跟一个党主席去干什么 你插花也不需要 摸着肚子说 哎呦吃得好饱哦 你这个民众党党主席吃饭用的吗 对不对 你应该后悔说 当时不应该去支持国民党 让韩国瑜当上立法院院长 因为你没有扮演很重要的关键角色 你也许算盘打精一点 如果那一局 绿白河勉勉强强跟绿营谈 绿白河 你们今天好歹有个副院长在 绿营的这些东西 你还可以要看你这巴西立委的脸色 你刚刚假設没有扮演 结果被傅昆吉他们操作成这个样子 我说哎呦柯文哲你这是你你想当万年主席 宋楚瑜在那里已经几十都已经一二三十年了 你还看不过吗 黄国瘡下来你就变成宋楚瑜的第二了嘛 柯文哲你这个主席有什么意义嘛 马上就看见你民众党泡沫化已经形成了嘛 当时你怎么会这样算盘大家都以为说你智商很高 政治智慧很强 结果没想到台湾要成立一个第三势力 好不容易这么多年轻人支持你 让你们成立第三个政党出来 结果你不懂第三政党如何在两大党中间 扮演一个很关键的角色 搞成这个样子 搞成变附庸了 附庸还没关系 那些法案跟人民脱离的法案 你怎么会站在他旁边呢 那你这个主席白当了嘛 你让黄国瘡整个整个 整网要端走 那你这个主席有什么用呢 所以我说辛辛苦苦 你是个创党教主 你搞成怎么变成是 黄国瘡拿走了 整网瘡去 你在这里一点角色都没有 变成只有陪着吃饭吗 还跟韩国瘡谈两个半小时 我真的真的智慧连黄珊珊都不如 你这样有什么意义 台湾这个政治这么现实 人民都懂得政治是什么一回事的 好不容易支持你 大家都希望说阿伯 有一天你可以作为台湾政治的一个 一股力量出来 结果你变成是国民党的附庸了 那你当时支持你真的切心 而且你当时喊出来的口号 不管是男人绿的 你都这样子 人家大家支持你一定有某种 对你有信心嘛 结果你越走越回头路了 我真的听你柯文哲奇奇怪怪 但看起来柯文哲已经陷入困境 他不仅困境 他是背负受敌 他现在官司还没有办法 把自己自身的清白都没有办法讲清楚 后面又背着这个国民党的这个 然后黄国昌在那里虎视眈眈 你真的要栽培黄国昌 你真的先要找黄国昌 你真的要选市长 不应该利用这种机会 在立法院操作 让人民对你失去信心嘛 你应该在立法院操作 让人民讲说 黄国昌了不起 他选市长我们支持他 你连这个声音都传不出去 你在那里变成傅昆琦的小弟 人家说我这票怎么支持得下去 你以为傅昆琦可以在国民党左右吗 争调你选新北市市长吗 愚蠢 我只有这句话 真的愚蠢 国民党现在只能党内搞什么互贫机制 互贫机制的结果是 可能是想要干掉谁 那个是对党内公子各种主管 他们在这一套 在大培市长任内就搞过了嘛 各科是自己互相评嘛 那目标是谁 想要搞掉谁吗 能够用这样搞掉黄国昌吗 那是因为现在没有梗啦 但不是 没有梗 他现在平常讲 他自己这种政治的运作 旁边又没有高手替他在操作 那些高手都已经离开他了嘛 没有一个在他旁边嘛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党已经 已经已经快泡沫形成了 是 四分五裂 唯一我还跟贺文哲还有一点挂念 就是说你赶快跟黄桑桑坐下来谈 黄桑桑的政治脑筋 至少他已经这么长期在政坛里面 从亲民党开始到现在 有他的政治一个方向 你现在如果在不能在立法院好好的 国会论会出一堆民生有力的 不要讲说2026年 你们要想要抢一些什么 什么县市长 那个门都没有 说不定一言其事都会 全部都会跑光了 因为人家搞不清楚你这个政党目的在哪里 从几份民调当中可以看出来 现在民众党柯文哲 还有黄国昌的完全被看破手脚 那这个前柯文哲的幕僚 吴静怡就说了 这个你以为自己大受欢迎 其实多数的选民 经营中并不是关注你黄国昌 再来他说黄国昌就像在 这个柯文哲当中的一盘散沙当中 企图建立自己岌岌可为的城堡 然后他是政治型的网红 遇到民调就会被脱裤子现出原形 来亲王怎么看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对于这个民众党来讲 这个你在声量之中迷失自己 这就是标准的民众党遇到的方向 而且最糟糕的是什么 因为哪里有声量往哪里去 所以他出现了一个情况 就是今天我们其实要问的一件事 就是民众党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为什么说民众党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不是在骂民众党不是东西 或是什么东西 而是在问的是 你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 你看讲到说这个两岸一家亲的时候 奇怪柯文哲可以讲两岸一家亲 你的中央委员跑到去跟国台办的 那边的那个主任 张凯军去讲两岸一家亲的时候 回来了你们要跟他切割 那切割这件事你是反对两岸一家亲 还是你赞成两岸一家亲 这很奇怪嘛 错乱 错乱 然后第二个错乱是你可以看到的是 这个面对党产这件事情 黄国昌在2016年发脸书告诉你 就是要讨不当党产 而且还讲说就是要消灭国民党 结果呢 2016年跟2024年的黄国昌 8年之后完全不一样 2024年的黄国昌 除了跟国民党大谈合作 双方洗手之外 你还可以看到连党产条例 面对救国团这件事情的态度呢 其实就是用护航的方式 以不投票方式就直接带过去了 那你就要问一件事 请问黄国昌的黄国昌 跟2016年的黄国昌 有什么不一样 对 尤其是像我们前面讲两岸一家亲的时候 2018年的黄国昌 是跟着时代力量当时的候选人 拉着不调响 写着反对两岸一家亲 这是黄国昌的态度 所以反对两岸一家亲的黄国昌 支持两岸一家亲的柯文哲 那跟现在的民众党 到底你们的面目是哪一个 不知道你们面目是哪一个 可是你可以发现 当大家都在问 你们的核心思想是什么时候 他们现在就是哪里有声量 哪里去 所以声量政治操作过头的结果是 黄国昌跟柯文哲 两个人所露出来的矛盾状况变多 那当然对于他的小草来讲 你就无所适从 不知道哪一个是你们嘛 所以对小草来讲 你可以看到这个柯文哲支持度 他在总统大选的时候 得票是26% 26%的得票 结果你看到他现在民调剩多少 民调只剩下14.3% 中间一来一往差了12% 那你去想一件事情嘛 面对这些小草来讲 看到你们的行为 心里会不会质疑 会质疑啊 为什么过去你们讲说要讨党产 我们支持你 结果现在你们这个党产事情 可以轻轻放手 所以这些就是充满矛盾的地方 说的跟做的完全两回事 而且对于这些小草来讲 其实我们要这样说 对于年轻人来说 他们会思考 所谓的会思考是 你今天推出来的是国会滥权的法案 还是是标准的 就是要找出贪官污吏的法案 人家会看嘛 你要传唤一般的民众 传唤一般民众 连请律师的自由都不给他 这些事情人家看法条的时候 他有疑问的时候 请问民众党跟黄国昌 你有好好的回答这些人的问题吗 没有 你们只一直说 其他在攻击的都是假消息 其他行政院丢出来都是假消息 可是你们从来没有好好的说明过 更没有解释 为什么到5月17号 要表决的前一天 你们的法案版本还是最高机密 这件事情许多年轻人都在问 连我们开一个正常的班会也好 连我们开一个正常的社团会议也好 要讨论的事情 大家一定是拿出来讨论先表决 有社团要讨论的事情叫做最高机密 不让大家知道的吗 没有嘛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年轻人在看现在的民众党 看黄国昌跟看柯文哲的时候 开始有很多人会开始醒过来觉得说 不对啊 那他们为什么常常讲的 前一天讲的跟后来都不一样 初一十五不一样 就跟月亮一样 为什么会是这个状况 他们现在陷入的困境就是说 黄国昌跟柯文哲恐怕都无法自圆其说了 因为讲到最后的结果 恐怕你连自己都无法去说服了 所以你看黄国昌在面对党产这件事情 无法说服的时候 他用什么字带过去 他用四个字带过去 叫做已经翻页 党产这件事已经翻页了 那很多人就要问 什么叫已经翻页 第一个 他最后的表决结果法案 也还没有决定出来 他是副委 第二个是在这件事情里面 你什么缩帖都没有 你告诉大家 四个字叫已经翻页 谁跟你已经翻页 现在等的是你的说明 到底为什么你们要放水 为什么你们选择不投票 为什么你们选择不投票的时候 你们有一个不分区立委 叫陈昭之 告诉大家说 他其实很想去投票 那陈昭之很想去投票 投的当然是 不希望党产还给救国团的票 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些矛盾民众党没有人要说明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让大家看到 民众党的民调支持度 从柯文哲最高拿到26%的选票 到现在剩14% 各位上个月的时候 他还有18%的选票 预计这个月 两一个月的时间 是一个月的时间 掉了将近4%的选票 这是超过误差值范围 所以这个情况 如果柯文哲让黄国昌 再继续下去的话 讲不清楚说不明白的事情越多 对于质疑你们年轻人就越多 越多当然在民调上面 现在的14%不见